日本研發颱風發電機 50年用電量可一次滿足 日本正在研發的新型風力機械裝置 不但能夠利用出自風力的能源 在颱風期間的效率還特別高 有一名日本工程師發明了颱風發電機 有三個直立的葉片和一支中心柱 它有一個全向軸 因此來自各個方向的風都能啟動它 這種發電機利用了馬格努斯效應 空氣經過會旋轉的物體時會轉彎 而向下偏轉的氣流會產生一股升力 並且抵消重力使該物體停留在空中 發電機的葉片由中心柱控制 當它被拴緊 葉片的轉速就會變慢 或是完全靜止 無論外力有多強 在一般情況下 颱風發電機可以達到大約30%的效能 傳統的風力發電機則能達到40% 不過傳統風力發電機可能會被颱風破壞 颱風發電機在狂風暴雨中 卻依然能運作無礙 颱風發電機的設計者相信 以此颱風所產生的電力 就足以供日本使用整整50年 根據日本指南網站 每年大約有7到8個颱風會經過沖繩縣 其中大約有3個會侵襲本島 如果颱風發電機確實能在 極端天后中運作 那麼日本就能獲取大量能源 自給自足很長一段時間了